西雅圖公立學校 對於學校的撥款是如何資助和從那裡來 大家好像有些疑惑 西雅圖公立學校是透過以下途徑得到撥款 州政府撥款 聯邦政府撥款 補助款 和本地選民通過的徵稅 那發生了什麼問題? 華盛頓州最近改變了學校撥款的援助 有些校區的撥款有很明顯的增長 但有些校區如西雅圖就沒有明顯的增長 我們很感激所得到的撥款增長 但州政府對K12的教育仍然未有全數撥款 造成了州政府的撥款 和我們近53,000名學生所需要的撥款有所差異 這代表西雅圖公立學校有賴於本地選民 投票通過徵稅 來填補州政府撥款和學校所需要的差異 選民投票通過的徵稅 是用來填補資助學校不同的需要 護士 州政府在我們104間學校支助了9名護士 我們聘任了63名 輔導員 州政府為我們53,000名學生支助了115名輔導員 我們聘任了125名 特殊教育 州政府支助了8,000萬 我們為超過7,000名學生花了1.4億 2019年開始 西雅圖公立學校將會面對赤字 因為州政府規限我們向本地教育徵修項 以填補西雅圖學生所需要的能力 這些困難將會持續 亦代表者會導致暫停項目和裁員 西雅圖公立學校為我們的學生和社區發聲 我們正在努力與立法委員處理資金分歧的難題 並確保我們的學校能保持完整 為每一位學生 每一個課室 每一天 想知道更多 請到www.clschools.org slash budget